我一件事很固定 很希望每一張照片都有它的靈魂 否則它只不過是一張紙 在自己決定要完全做攝影師的時候 我都會問自己 你究竟想在街上見到很多你自己 還是你很想見到很多你自己的工作 十五六歲那一年開始去了英國讀書 我主修攝影和畫畫 其實我從頭到尾都很喜歡拍攝人 當時我很喜歡拍一些很夢幻的東西 一樣東西都要很漂亮 到我慢慢長大之後 拍照就沒有那麼要求 所有東西要去到很漂亮 我覺得好像裡面的訊息比較重要 我不太享受做幕前 因為當你站在鏡頭前的時候 你的確是遇過有些攝影師 令你拍得很不高興 你就會去想當我是那個角色的時候 我應該怎樣做 讓讓我拍的人很自在 我是希望可以分享的 不是我自己的樣子 可能我有什麼在手 從來都沒有想過要踏入電影這一行 直到有一次遇到杜汶澤 他看到我寫了JW演唱會的照片的時候 因為他清楚當日的狀況是怎樣 所以他看到這張照片就覺得 挺好啊 你這樣也拍到 然後他也很放心地找我去試 空手道還是我這一身人最深刻的 最深刻的應該是空手道 即是TopShot那一張 我在導演的螢幕上看到畫面很漂亮 我覺得這張照片沒理由沒有 我開口問杜汶澤 可不可以給我10秒鐘快拍 他就說我給你5秒鐘 我就衝進去拍喪禁 香港人有多少人會去找一部電影劇照來看 其實真的不多 變成這部電影劇照來做電影海報 是一件我覺得很開心的事 我覺得每個人的樣貌都會有些話想說 所以我就要抓那一下 會不會應該有些東西去觸動那個人 我是完全一點都不想見到我自己的 我知道其實我很喜歡拍照 日本大屋 澳洲順盤 全球流行Dream House 0距離